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二十多年了 可他的老伴张大叔突然去世了 他沉浸在一片悲伤中 可是没想到 这时候妓子突然让王阿姨赶紧离开这里 说房子是他家的 王阿姨非常难过 正当王阿姨难过的时候 妓子来了 她的做法却让王阿姨彻底傻了 请听王阿姨的字述 我今年六十五岁 退休金两千一百块钱 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我大舅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 他很聪明 是业务员 大舅说对方家境不错 我嫁过去会过上好日子的 我匆匆地走入了婚姻 丈夫在工厂里跑销售业务 经常全国各地都要去 一年当中 他在家的时间也就是有一两个月 据少离多的生活 让我们之间的感情慢慢变大了 几年后分开了 这段婚姻虽然短暂 但是依然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我好几年没有走出来 慢慢的 我四十多岁了 一直也没有遇到合适的 我就不打算再找了 可是我父母非常不放心 他们说没有个作伴的 以后老了怎么办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老张 他憨厚老实 在工厂是工会干部 老张的妻子去世了 他家里还有三个孩子 头一回儿去老张家的时候 我一看到他家的状况 就有些退缩了 老张家的房子倒是不小 一百四十多平 虽然家里没有女主人 可是收拾的也干干净净的 说明老张很勤快 当时老张家的大儿子上初中 二儿子和女儿才上小学 把这三个孩子养大 可不是简单的事 我有些犹豫了 老张看到我的犹豫的样子 他不好意思地说 以前别人给他介绍过几个作伴的 但是人家都嫌他家负担太重 不愿意在一起生活 我虽然是头一回儿来老张家 可是他的小女儿就依靠在我身边 一口一个阿姨叫着 叫得我心里软软的 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小姑娘 就这样 我嫁给了老张 本来我还打算要个自己的孩子 可是我看到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负担不小了 我就放弃了这种想法 老张也非常感激 我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 但是我在努力地学着做一个好母亲 我把这三个孩子都视如己出 尤其是女儿对我特别依赖 我要是晚上加班 回来晚了 她都不肯睡觉 一直等到我回来 儿子调皮一些 但是都听我的话 老张说 男孩子调皮 该揍就得揍 可是我从来不舍得动他们一指头 那些年我和老张的工资都很低 我们两个大人就省吃俭用 不让孩子们缺吃少穿的 邻居们都说 自从我来到之后 老张家三个孩子的精神面貌大有改变 以前的时候 这三个孩子见了邻居打声招呼 低头就过去了 可是现在三个孩子的脸上 都有了像模样 一看就是有爹妈疼爱的孩子 大儿子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这孩子稍微动着了 就要发烧 那年 大儿子突然半夜三更不舒服 烧到了三十九度多 那时候家里条件差 连个电话也没有 老张背起孩子就往医院跑 我在后面跟着 到了医院 等孩子打上针 我们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我一晚上都没敢合眼 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老张困了 就去外面的牌椅上 瞇一会儿 孩子醒过来的时候 看到我着急的样子 他把脸别过去 悄悄地流下了泪水 以前孩子一直叫我阿姨 从那天孩子改口 开始叫我妈 后来 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 大儿子和女儿在县城工作 小儿子在室里上班 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和老张给了他们每人三万块钱 不偏不倚 这可是我们口里 不吃肚里挪攒出来的 三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之后 我和老张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可以安度自己的晚年了 说实话 这辈子我跟着老张 没想过大福 可是让我自豪的是 老张这人脾气特别好 很有感恩之心 他知道 我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 所以虽然 他没有多少钱 可是平时 把家里好吃的都给我留着 没有对我说一句重话 他退休后 家务活也基本上不用我做 他说 我在这个家里劳苦功高 以后就得好好让我想福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那年老张突然生病 刚开始他只是说 胃里也不舒服 我以为是他吃东西不注意 就让他少吃凉的 平时别吃成了 后来他说 胃里很难受 我们害怕了 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 没想到是胃里长了东西 到了晚期 老张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来月 就走了 老张走了 我的天也塌了 我一直把老张当作我的依靠 当作我的精神支柱 我以为我们肯定会白头到老 共度余生 万万没想到 老张半路上贴下了我 办理完老张的后事 三个儿女聚在家里 我没有自己的孩子 这些年我早已把这三个儿女 当作自己的亲生骨肉 我们坐在一起说着说着 就眼泪哗哗的 小儿子和女儿一个劲地安慰我 让我节哀 说以后他们会好好孝顺我的 就像老张活着的时候一样 大儿子却什么都没有说 我隐隐约约有些失望 其实在大儿子身上 我们付出了很多 小儿子和女儿家只有一个孩子 他们家的经济状况比较宽裕 大儿子家有两个儿子 生活开支大一些 平时我和老张把手里攒下的钱 常常接济他们一点 小儿子临回市里的时候 他从兜里掏出来两千块钱 给我留下了 他说 妈 我爸没有了 你一个人在家里得吃好喝好 你拿着这两千块钱 买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我非常感动 连忙把钱还给了他 我说 儿子啊 我有退休金 用不着你的钱 以前我和你父亲 还攒下了十二万块钱 如果以后这十二万块钱 我用不着的话 就分给你们 大儿子健壮 连忙对小儿子说 弟弟 你把钱拿起来吧 咱妈不要你的钱 你没听说他还有十二万块钱吗 他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 大儿子说的是实话 可是听上去让我有点不舒服 我也没往心里去 小儿子是个孝顺孩子 他走了我才发现 他把钱给我放到了电视机底下 那天我去湿地公园玩的时候 在河边采了一把野花 我就想插在瓶子里 装点一下房间 换一下心情 正当我在整理花瓶的时候 大儿子回来了 茶几上有我刚刚买的葡萄 我让大儿子吃葡萄 他说 妈 你先别忙活 你坐下 我们说件事 他吞吞吐吐地说 妈和你商量个事 我们家有两个儿子 可是房子却不大 一直住得很拥挤 我爸走后 你一个人也没有必要住在这大房子里 我们想搬进来 这样就能住得宽敞一些 我一听心里一愣 难道要我和大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我连忙说 儿子呀 咱们两代人生活在一起 生活习惯不同 会不会不方便呢 他赶紧说 妈 你想多了 你理解错了 我不是让你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是想让你把房子让出来 给我们家住 我连忙笑着说 哦 儿子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是说 让我们两家换换房子 我去住你家的房子 对吗 也行 我一个人住小点的房子也行 可是大儿子有点不耐烦地说 我直接和你说明白吧 我要把我岳父岳母从乡下接来养老 让他们住在我家 我听说你在乡下还有一套房子 你一个人住哪里都行 你赶紧回乡下住吧 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回去看你 我心里猛地一沉 老伴这才刚刚走了没几天 难道就赶我走 我只觉得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喘不过气来 我的眼泪刷刷而下 我哭着说 儿子呀 我来咱这个家二十多年了 我父母确实在乡下给我留了一套老宅子 可是在那个偏远的小村庄里 房子摇摇欲坠 四面漏风 你让我回去怎么住呀 你总不能把我赶走吧 大儿子低下了头 他想了想说 说实话 这套房子当年你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早就买了 你也没出一分钱 现在物归原主 你把房子还给我们家是应该的 大儿子这几句话 就像一把盐洒在了我的伤口上 我呆呆地看着它 仿佛不认识它了 我在这个家里二十多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呀 我刚刚来的时候 这三个孩子没有妈疼爱 就像三棵小草 后来在我的精心养育下 他们才一天天长成茁壮的大树 可是现在我老了 老张走了 大儿子竟然要把我赶走 真是人走茶凉啊 翻脸太快了吧 大儿子坐了一会儿就要走了 他说 妈 你把东西收拾一下 我可以回去 帮你把村里的老房子修整一下 你就能搬回去了 大儿子走了 我嚎啕大哭 我怎么办呢 难道我就得去乡下 那间破房子里 度过余生吗 我也想过 要是我离开这里 我不想回那两间破房子住 就得租房子 可是我这么大年纪了 谁还愿意把房子租给我呀 再说 房租也很贵 我们附近的小区带暖气的 一年就得差不多两万块钱 我的退休金也就够租房子的 那我手里的这十二万块钱 很快就花尽了 那可不行 那天女儿来看我了 我正坐在沙发上 暗自掉眼泪 女儿问我怎么回事 是不是不舒服 我把大儿子要把我赶走的是 原原本本告诉了女儿 女儿一听非常生气 她说 妈 你哪里都不去 就在这里住着 我看谁敢把你怎么样 女儿的话 让我有了些底气 然后 女儿又给小儿子打了电话 说了这件事 小儿子给我打电话 妈 你不用担心 这套房子虽然是我们家买的 可是你把我们养大 我们就得给你养老 你就安心住在这里 你不用管我大哥的意思 他一个人做不了主 小儿子和女儿的话 把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其实 这套房子我只是住住而已 以后房子还是三个儿女的 小儿子和女儿的话 让我的心里踏实了很多 可是我还是有些不安 毕竟大儿子不希望我住在这里 可是让我奇怪的是 从那以后 大儿子再也没有来过这里 也没有打电话说 把我赶走的话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个多月后 我坐在家里吃饭的时候 大儿子和大儿媳妇突然来了 我忐忑不安 我不知道他们来到底干什么 是不是又要赶我走 还没等我开口 大儿子满脸羞愧地说 妈 我是来给您道歉的 前些日子 我说让你把房子让出来 那是我的混账话 你就当我没说吧 我不知道大儿子的态度 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就像过山车一样啊 这时 大儿媳妇告诉了我一切 原来 当他们回乡下去接亲家 来养老的时候 亲家听说大儿子要把我赶走 腾出房子 亲家勃然大怒 指责大儿子没有良心 亲家我见过几次 那是一对淳朴善良的老人 他们非常了解我家的情况 知道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亲家劝告大儿子和儿媳妇 做人一定要讲良心 要感恩戴德 不能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 亲家让大儿子赶紧给我道歉 并且说 他们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 根本不适应城里的生活 不会来城里养老的 这时 大儿子终于醒悟了 意识到了 把我赶走是不对的 毕竟 是我把他们兄妹三个 寒心如苦养大的呀 他的良心受到了谴责 是专门来给我道歉的 让我安心住在这里 请求我的原谅 我这个人心软 当场原谅了他 我说 儿子啊 咱们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以后咱好好相处 我可是把你们当作了亲骨肉啊 阴历二月十六是我的生日 头一天 小儿子就从市里赶回来了 他给我买了一件羊绒衫 还给我买了一条漂亮的丝巾和手套 我想在家里做饭 我们好好团聚一下 可是小儿子说他已经订好了饭店 不让我在家里忙活了 他说我年纪大了 以后就得少干活 不要太累了 女儿心灵手巧 他家里有烤箱 竟然给我手工做了一个大蛋糕 大儿媳妇给我买了一件外套 还给我买了好几样我爱吃的点心 大家聚在饭店里 其乐融融 九过三旬 小儿子动情地说 妈 我爸爸走了 你就是这个家的主心骨 你虽然没有生我们 但是养育之恩大于天 这辈子我们永远感激你 以后你就好好享福就行了 小女儿也说 我就是他们的亲妈 没有人能够代替 我在他们心里的位置 这时 大儿子站着起来 专门给我敬了一杯酒 他红着眼圈说 妈 你为我费心很多 平时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我一辈子都感激你 我对不住你的地方 你就原谅我吧 我对三个儿女说 这个世界上 你们是我的亲人 是我的依靠啊 你父亲走了 我还能靠谁呢 以后只能靠你们了 你们都懂事孝顺 这就是我的福气啊 人心换人心 家和万事兴 我和这三个儿女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有浓厚的亲情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你们怎么才回来啊 全家人等你俩 大堂哥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对于我和丈夫 大年夜才到家 很是不满 丈夫江志脾气好陪笑道 最近工作忙 这才回来晚了 大堂哥接过江志 递过去的烟 仍然不满意 就你俩忙 别人都不忙啊 那是比你忙一点的 毕竟我们要养家糊口 不像你靠大拨工资 我抱胸冷吃一生 丝毫不给他面子 大堂哥高中毕业后 去大城市闯荡了八年 不仅没赚钱 还道歉了几十万 最后是全家一起凑钱 帮他还清了债务 那之后他再也不工作 就缩在家里 靠着大伯的退休金过火 大堂哥最是要面子 听不得别人提这事 他刚想对回来 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仰脑袋很是得意 斯雅呀 你就是这张嘴巴难听 惹多少事 待会儿你讨好点我爸 说不定还能给你留点钱 三个月前 我母亲病逝 和我父亲 一共留下了一百万的遗产 老家以大伯为首的亲戚 要求我把遗产给他们 父母去世 我还没来得及悲伤 就被他们的奇葩操作震惊了 大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满脸不屑地看着我和丈夫 我是长子 你堂哥是长孙 未来可是张家长权人 我诧异地反问 张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 大伯更不屑了 所以说你们女孩见识短 你见识长 也没见你当市长 我翻了个白眼 对于这种人 我向来是不客气的 一阵输出 将几个帮腔的人全部对了一遍 其他人不敢说话了 大伯落下阵仍然保持着高傲的模样 你爸妈刚走我不和你计较 马上过年了 全家人聚在一起 再说这件事 张家原来是名门望族 到了如今 也很注重家族关系 每年过年 所有人都必须回到祖宅团圆 大伯估计是以为是到了他的地盘 就能压我一头 我微笑点头硬了 我也很想看看他们准备 怎么从我手里夺走这些钱 祖宅前几年才被装修过 很是漂亮大气 客厅里张家五十多人 全都到齐了 我和姜志刚放下礼品 就有人开始挑刺了 小姑 哟 一年没回来 你俩就提六样东西回来呀 大伯母 不会吧 老五家一向懂礼呀 怎么会只拿那么少的东西 小姑 你也说了 懂礼的是老五 现在他俩走了 剩了个不懂礼的 也不知道老五在地下知道了咋想 大伯母 哎哟 过年说 这些干啥 小姑 有啥不能说的 我还想问问老五他怎么教的孩子呢 他俩一人一句 就差指着我说我没家教了 我和小姑家没啥大矛盾 他这么阴阳怪气 估计是因为之前我落他面子那时 一年前 我和江志开始为婚礼做准备 小姑和我家都在城里 小姑便自告奋勇地跑到我家说 要来帮我 起初我想着 他是长辈 我爸走了 我妈又有病 他确实能帮我解决一些事情 谁知他天天和我赖在一起 我们去世婚纱时 他一屁股挤开江志和伴娘 指手画脚 我穿臂领的 他说露了半个胸有伤风俗 我穿蓬松款 他说我像大蛋糕 我穿修身的 他说我太胖了 不适合 最后我没选到婚纱 他反而选了个墨胸紧身青纱 要自己穿 我看着他胸前的空杯和肥胖的身躯 没忍住笑出声 小姑 你还是别穿这种了 又伤风败俗 又显胖 还像个老巫婆 所有人都被说笑了 他老脸一红 反驳道 我才一百五 这叫微胖 可你身高 也只有一米五啊 那你很瘦吗 我一百斤 他还没笑出声 我接着补充道 可我一米七 几个闺蜜嘲笑的声音更大了 小姑愤怒地扔下衣服离去 没了他在场 我终于能好好选婚纱了 本以为他不会再作妖 谁知我和婆婆去买三斤时 他又屁颠屁颠地跟上来了 现在斤子才四百三一克嘛 这也太便宜了吧 什么年带了还送三斤 将来我女儿必须要五斤 这一套才十万 庆家你也是够抠门的 他一路巴巴 终于把我惹怒了 我绿茶附体 十万是很便宜了 但这是婆婆送我的第二套三斤了 第一套有三十万呢 小姑一下子哑然 小姑父一辈子就是个小职员 他又是家庭主妇 三十万他这辈子没见过 他愣了愣 嘴硬道 这有啥 以后斯文结婚 最少都是五十万的三斤 斯文是他女儿 和小姑一样要面子 总觉得自己未来一定是豪门贵妇 一直担到了三十岁 直到五年前 据说谈了个富二代男朋友 天天嚷嚷着快结婚了 可直到我和姜志都结婚了 他俩还没求婚 我做出惊讶的表情 姐夫那么有钱啊 那是千亿身价你懂吗 那姐夫一定很孝敬您和姑父吧 小姑脸僵了 恨恨地瞪我一眼 气愤地离开了 我那有钱的姐夫 别说孝敬他俩了 去小姑家时连水果都没买过 之后我又落了他好几次面子 气得他最后连婚礼都没参加 我扎扎舌 这都一年了还记仇 我针对的目标本来不是他 可谁要让他提我去世的父母呢 我是比不得你懂理 连过年都想着我爸妈 你那么想知道我爸妈咋想的 不如你下去亲自去问他俩 瞬间还能帮我烧话 算算日子 择日不如撞日 你今天就走吧 别担心我是个懂理的 以后你的忌日我都给你烧纸 他们知道我嘴毒 没想到我连长辈都敢骂 个个张大了嘴吃惊地看着我 将至默默拧开水瓶递给我 我没客气地喝了 算是给他们一个缓冲时间 小姑跳起来就要冲上来 被小姑父和斯文拦住 她只能怒火中烧地 用土话一直骂我 我扣扣耳朵 哎哟 你也同意啊 我就说小姑是个好的 那你别忘了帮我带话哈 文言他骂得更凶了 我无所谓 反正我听不懂土话 全当他在放屁了 其他人忍耐不住 也上了战场 大伯 亏你还是文化人 你爸妈也不是这种人 怎么生出来你这种人 我 那按你这么说 大堂哥是废物 也是因为你是个废物了 三伯 你父母就是这么教你的 你的教养呢 我 对狗 还需要教养吗 那你们教养真好 斯文 江志 你就看着你老婆这么发疯吗 你的男子气概呢 搬出父母压不住我 现在从江志下手了是吧 可他不知道 江志比我还不要脸 江志连连摇头 缩在我身后 一副小兽气包模样 我冷哼一声 江志他没有男子气概 不像姐夫男子气概十足 还打自己女朋友 斯文和他那富二代男友 经常互相家暴 附近派出所都认识他俩 有一个算一个都被我骂了回去 一时之间竟然无人在搭枪 这些个亲戚没几个好玩意儿 往年团年没见人来这么齐 今年一听 要我家遗产 竟然全回来了 同时我也替父亲感到可悲和庆幸 可悲的是他已成相待的亲人 心里只有钱 庆幸的是他生前 这些人装得还行 没有太含他老人家的心 大伯见没人说话 只能自己出来说话 好了 今天不是来吵架的 都忘了正事了吗 今天主要是老五遗产的事情 再吵得一分钱都拿不到 我呵呵了 终于这老头忍不住了 大伯震慑完其他人 又看向我 斯雅 我要你考虑的事情怎么了呀 考虑 这种事还需要考虑 我只觉得他们在放屁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大惊喜给大伯 我的视线和大唐嫂对上 她抱着最小的折儿 有些紧张 我朝她眨眼 示意计划成功 她满是疲惫的脸上 才有了笑容 大唐嫂叫秀英 人美心善 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小山村里 凭借自己的努力 来到城市打拼 结果没想到 遇到大唐哥这么个人渣 秀英和大唐哥 没有办婚礼 我第一次见到她 还是过年团聚的时候 她挺着大肚子 还在厨房炒菜 她很瘦 脸颊都凹陷下去 过大的肚子 衬得她像恶鬼 而其他人就坐在院子里吹牛打屁 大唐哥吃完了下酒菜 剪菜还没炒好 气冲冲地走到厨房 将秀英扇倒在地 我们一家到的时候 刚好看到这个场景 我妈生气地上前扶起秀英 你媳妇都怀孕了你 怎么还打人呢 大唐哥先是有些尴尬 然后摆摆手无所未到 就姨娘们有啥不能打的 没把她打死都算是她命好 之前我只知道 大唐哥懒惰不上进 未曾想她还家暴 之后我们住在家里 我更是清晰地见识到了 大博一家对秀英的磕代 动作慢了要被丈夫打 炒菜闲了要被婆婆骂 时不时还要忍受公共的阴阳怪气 我看着都心酸 于是我们一家尽力做家务 想要减轻负担 有一天我和她一起洗菜 我悄悄问她 我哥这么对你 你为什么不离婚呢 她微微一愣 没想到我身为南方家妹妹 反倒劝她离婚 离不了啊 我皱眉 他们难道扣押你身份证 那倒没有 但是离婚了我该去哪呢 北京上海 成都重庆 这么多地方 你哪里不能去 我对她的话表示质疑 无法理解她对家庭的坚守 直到后来 我身边有了一个和她经历很相似的同事 同事听完我的抱怨后 劝导我 你嫂子应该和我一样去爱吧 虽然表现得雷厉风行 但有一个家是我的执念 我本以为秀英会一直坚守她的执念 直到两个月前 她主动联系我 斯雅 你大堂哥 不是你大伯亲生的 我一听到这句话 就知道该怎么对付大伯了 她不是一直骄傲 大堂哥是这辈的长孙吗 那我就让她所有的骄傲都毁掉 秀英说是大堂哥住院时抽血化验 她发现她的血型是B型 可大伯和大伯母都是型 她一直藏在心里没说出来 直到最近 她女儿高中毕业了 大伯母竟然要将她女儿嫁给村头瘸腿男人 只为换取十万彩礼 她忍了十八年的怒火 彻底被点燃 虽然她极力制止了这件事 但她很担心自己万一出事 孩子还会遭受这种事 所以她决定将这件事告诉我 条件是帮助她离婚 以防万一我拜托她 偷了大伯和大堂哥的头发 我准备将头发送到专业机构 做亲子鉴定 出发前突发奇想 觉得我也应该和大伯做一个 可惜咨询后 我和大伯之间的结果 可能不是很准确 不建议做亲子鉴定 于是我只能翻出了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候 做的结发 抽出父亲的头发 去做鉴定 本事突发奇想 结果令我无比震惊 我见所有人都注视着 我翻包的手 突然就不是那么着急了 我抽回手什么都没拿出来 大伯的脸色一变 很是不爽 斯牙你这是什么意思 又不想把遗产交出来了 你别这么任性 我换了个坐姿 很是诚恳地问道 我只是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抢我爸妈的遗产 大脖则舌 什么叫抢 这钱本来就该是我的 张家祖训子女同心 更何况我是你爷爷长子 你哥是长孙 那可是正儿八经的长房 这钱除了我谁配拿 那他们凭什么拿 我指着其他人问道 大伯大度挥手 我可不像你爸那么小气 有钱自然要兄弟姐妹一起拿 我偷偷呸了一声 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其实就是想联合所有人来压我 面上我假装疑惑 所以只有长房长孙的 才有资格拿这笔钱 并且分这笔钱是吧 大伯没说话 大堂哥反而忍不住了 肯定啊 我点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 我转头对张智说道 刚刚的话你都录下来了吧 张智比了个OK的手势 这下我也不装了 反手从包里掏出两份亲子鉴定 我一脸无辜地看着大伯 翻开第一份 可你不是爷爷的亲生孩子啊 我又翻开第二份 好巧你儿子也不是你亲生的 兴许是我的话太过炸裂了 一时之间竟然无人说话 我一一扫过他们的脸 或惊讶或顿悟或疑惑或恼怒 哦 恼怒的是大伯母 这下 跳起来的人换成了大伯母 你TN胡说什么呢 你这是造谣 信不信我告你去 大伯母被江智挡在我三步之外 我丝毫不虚 你也别去法院了 直接上电视 让全国观众帮你评理吧 马德 你是不是找抽 大堂哥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暴力 挥着拳头就过来了 我一个扫堂腿 直接把他干趴下 还对着他吐了口唾沫 呸 废物点心 比我的妈口红还小 脾气倒是挺大 打老婆的人渣 我要是你都活不下去 空气多无辜 土地多无辜 地球多无辜 大堂哥站起来还想揍我 我冲着他下面就是一脚 他痛得当场倒地 捂着下面哀嚎 大伯母见自己儿子受伤了 赶紧蹲他身边问他情况 所有人都被我这一手惊呆了 没想到我还会这本事 开玩笑 从小我就学习跆拳道 不能说很厉害 腿部力量却很足 大堂哥这种常年被烟酒浸淫 又从不锻炼的身体 靠着偷袭 我还是能踢上脊脚的 我转头看着大伯 是你说的长房长孙才能继承 你都不是张家人 你说个毛 阳光太灿烂 你梦想太丰满 大伯抢过亲子鉴定 死死地瞪着 我轻叹一声 好可怜的老头 其实多了才知道自己不是爸妈的孩子 又同时知道儿子不是自己的 我都要为他的悲惨人生落泪了 我接着补上致命一击 既然你不是张家人 那过完年 咱们去把祖宅房子过户吧 大伯一听 嘶哑的吼道 不可能 祖宅是我的 只能是我的 当年我爷爷得病时 对这祖宅分给谁 犹豫不定 按道理是该给大伯 但是我爷爷知道 只有我爸才能撑起这个家 为了这事儿 闹得是不可开交 后来 我爸主动放弃了祖宅的继承 按照他老人家的来说 一栋上百年的破房子 倒贴前 他都要不要 最后敲定大伯一家继承祖宅 但是我爷爷精明 留了个附加条件 如果有任何意外 祖宅将由孙女张思雅继承 没错 直接跳过了我父亲 给我继承 大伯红着眼睛瞪我 我不同意 你别想抢走我房子 我直接被气笑了 现在是法律时代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只能告法庭了 反正被赶出去的 不是我 大伯是知识分子 知道我没再骗他 他低着头 瞪了会儿大伯母和大堂哥 实在气不过 上前将大伯母踹翻在地 贱人 你敢给老子戴绿帽 大伯母也不是好惹的 站起来矿矿山大伯巴掌 嘴里骂个不停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货 还不知道你是你妈和哪个野男人生的你 你就是个杂种 这话更是戳到了大伯伤心处 两人撕打得更凶了 旁边的人怕出事 纷纷上前拉架 到底是女人发起风来更恐怖 大伯完败 脸上被挠出一道道血印 大伯母冷哼一声 甩下一句这事没完扶起大堂哥 就回了屋子 这边刚消停没一会儿 大姑就跳了出来 大姑可以说是几兄妹中最幸福的 小的时候 因为是唯一的女孩 被爷爷浇灌 长大后更是怕她受罪 直接招了个上门女婿 大姑父也对她尊重敬爱 凭自己的努力开了公司当老总 可能就是因为她活得太好了 极其以自我为中心 谁家的事都要插上几句 看谁都不顺眼 当年我爸妈结婚 就数她事最多 我妈不喜欢她 连带着我也不待见她 大姑 张思雅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她这话可就有意思了 照你这么说 大奶奶出轨 大伯母出轨 都是我搞的咯 我要有那么大能耐 早就控制他们打掉你们了 大姑 你什么意思 我 我什么意思还不清楚 张家的财产 我绝对不会给外人 你这么着急 不会也是外人吧 改天咱们也去做亲子鉴定 我爷爷一共娶过三任妻子 大伯 二伯和大姑是大奶奶生的 三伯 四伯是二奶奶生的 小姑和我爸则是我亲奶奶生的 毕竟大奶奶有大伯这么个出轨先例在 我觉得我的猜测很合理 谁知大姑炮仗一样提高音量 谁知道你的亲子鉴定是真是假 谁知道是不是你奶奶出轨 你爸才不是亲生的 能看出来 他是真的生气了连这种话都说来了 毕竟几兄妹里就我爸和爷爷长得最像 甚至因为我亲奶奶高龄生下我爸去世 我爸是爷爷又当爹又当妈才养大的 他说到我亲人身上 我不乐意了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出轨成瘾吗 该说不说血缘真的很神奇 大奶奶出轨 结果大姑也经常出轨 还是和不同男人 被我爸妈撞见过好几次 只是碍于姐弟情面才没拆穿 一直不说话的大姑父说话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啥了 就是大姑用你的钱 包养了三四五六个男人罢了 我的语气很随意 大姑父的脸色却逐渐铁青 大姑盲解释道 你别听他胡说 大姑父 我是有所怀疑 但是没想到是真的 我们得好好谈谈了 说完 大姑父拽着大姑的手就离开了 其实挺希望他俩离婚的 大姑父是个好男人 他俩又没孩子 大姑父不值得和大姑 这样的人相伴一生 看到最难搞的大伯被我搞成这样 其他人很是恐惧地看着我 就像我说的 兄弟姐妹间有一个不是亲生的 那可以合理怀疑有其他人也不是 毕竟我家关系复杂 几个兄弟长得都不是很像 我连大姑的事情都能抖搂出来 谁知道其他事我会不会说 毕竟大家都不干净 可显然小姑不甘心 拽了下斯文的袖子 斯文被我对过 根本不敢开枪 只能连练摇头 一旁的富二代 眼珠子倒是转了转 倾壳一声对我道 斯雅 你说事就算了 怎么还把大姨也扯进去啊 现在大姨和大姨父吵架 你做小辈的不能这样啊 小姑听完王傅贺 就是就是 斯雅你这事太不地道 我懂了 这就开始道德绑架了 我歪头看他俩 他说我爸 我凭什么不能反驳 那你也没必要这么狠吧 不就一百万吗 看在我的面子上就算了吧 富二代说着说着 揽上斯文的腰 满脸得意 斯文依偎在他怀里 崇敬地看着他 我这人最烦别人装逼 我伸出手大拇指和食指抹撒着 你啥意思 不是看你面子吗 理我一百万 我绝对不计较 富二代面色铁青 斯文先没忍住 张思雅 你掉钱眼了吧 对啊 你不爱钱 你们今天来这干嘛 看戏啊 我毫不掩饰 这年头 谁不爱钱呢 斯文雅火了 毕竟他恨不得独占这一百万 富二代哼哼 如果给你一百万 你就能安生 也不是不行 但我今天给你一百万 明天是不是 还要给你两百万 斯雅 家里人不能这么算计 他这一番话 瞬间赢得其他几家人的心 纷纷硬喝 瞧着他那孔雀开屏的样子 我就好笑 真是富二代装久了 以为自己真是有钱人了呀 那我肯定要拆穿他呀 我捧场式的鼓起掌 不得不说 你脸皮是真厚啊 夸你一句 富二代是给你面子 别真忘了自己身份 斯文倒是护着自己男朋友 你什么意思 你自己问他咯 一个养在外面的私生子 你用着林一的身份泡妹 真以为他不知道啊 一听到我提起林一 富二代脸色马上变了 他只是林一父亲 众多私生子的其中一个 林一才是林家未来当家人 只不过林一这些年 在国外跑业务 才让这人用他的身份 去骗那些无知女孩 林家不给他钱 他也不敢去要 于是就靠这些女生周转 斯文是他鱼塘里 醉酒的一条鱼 巧的是 江志公司和林一公司有合作 我见过那位林家少爷 本着对家人负责的态度 我打听了一下这人的消息 结果吃了这么大个瓜 富二代张嘴就是反驳 不知道你 你在说什么 胡言乱语 笔气很足 如果他不是冷汗层层的模样 更有说服力 斯文不是傻的 被我一提醒 就想起平时的不对劲 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这几年你一直在骗我 富二代捂着脸 你竟然相信他 好 分手 分就分 你把花我的钱全还给我 两人抄抄起来 小姑本来在一旁劝驾 一听富二代花了斯文几十万 也跟着骂富二代 富二代不敌他俩 骂了声晦气就离开了 斯文坐在椅子上哭个不停 小姑在一旁 不知道怎么安慰 急得团团转 我和姜志泽美滋滋地吃着年夜饭 这下 这些不吃多可惜 一顿饭 我和姜志吃得无比满足 其他人倒是没啥胃口 个个愁眉苦脸的 一吃完饭 就撒筷子去院子里了 他们这是不死心 商量法子 怎么对付我呢 我完全不惧 母亲去世后 这几个月 我一直在调查他们的事情 再加上 有秀英这个内应 简直不要太爽 见屋子里没其他人了 秀英才走到我身边坐下 你今天可真厉害 他们不惹我 我也不这样 秀英捂着嘴笑个不停 平时大伯家不尊重他 连带着其他几家 也对他遗旨气势 他早就想看他们倒霉了 笑了会儿他又安静下来 半赏低语道 我准备离婚了 我一拍手 好 早该离了 这次回来 我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劝他离婚 幸好他自己想通了 我咨询过了 其他孩子都成年了 不用判决 小牛没满两岁 可以跟我 我一听 这可太好了 秀英生了四个女儿 十八年后 才又生下小牛 那几个侄女 都被养得很好 我不担心 唯独担心这个小侄子 我从包里翻出一张卡 塞到秀英手里 这是我专门准备的 这卡里有十万 密码是小牛生日 你拿着 秀英把卡退回来 不肯收 我接着说 我马上要和大伯 他们打官司 你离婚肯定拿不到多少钱 你又要养小牛 前妻肯定缺钱 这钱算我借你的 之后你找到工作 慢慢还我 我说出他要面临的困境 他犹豫了会儿 将卡收下了 他眼里泪花闪闪 握住我的手 嘶哑之后 我一定还你 真是谢谢你了 我摆摆手 让他不要客气 这时院子里有人 突然加我的名字 我这出去一看 或 除了大姑 大姑父 和父二代 刚刚离开的人 都急齐了 二伯抽着汗烟 贴了我一眼 声音很是飘忽 斯雅雅 刚刚我们商量了一下 既然你大伯 不是我们家人 这一查也不会给他 但是按照长幼秩序 你爸的钱应该有我的 最后这句话 二伯的底气不是很足 二伯是我爸所有兄弟里 最老实本分的那一个 他要是图钱 早几年困难的时候 就会找我爸妈借钱了 所以这话估计 是他那几个不成器的儿子 教他的 其他人无非想到 二叔重情好说话 这钱到了他手上 他肯定会分给他们 对着二伯 我语气缓和很多 我爸妈就留下这么点钱 二伯这钱给你了 我怎么活呢 我看着二伯 二伯的脸上浮现尴尬 是是 那就算 江志那么有钱 你一个女人要什么钱 二伯大儿子急急忙忙打断二伯的话 我扫过江志 江志满脸无辜 我可没钱 我的钱都在斯雅那儿 二伯三儿子吃笑一声 七 连钱都没有算什么难的 他这么说 江志我就不乐意了 那你早点去替国做手术吧 二伯三儿子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 你说的没有钱就不算男人啊 你不仅没钱 还欠我家十几万 那你说 你是什么东西 二伯 你什么时候 借的斯雅家的钱 我 就是前几年 他被传销组织骗了钱 我爸妈花十几万才 把他捞出来呢 他脸色铁青 我假装无嘴 哦吼 不好意思说漏嘴了 二伯三儿子年轻气盛 总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因此被人骗去传销 他找到机会 打电话给我爸 我爸花了十几万打通关系 把他捞出来 还报警抓了那个传销组织 当时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感谢我爸 说好三年内会把钱还完 结果我爸都去世了 他也没有还过一分钱 家里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纷纷八卦地看向他 二伯更是砸了汗烟 一拐子打他脑袋上 这么大的事 你就不和家里人说 逆子 二伯四儿子幸灾乐祸道 三哥 你这么说嘶哑 你对得起小伯伯不 三儿子不敢对他爸发脾气 矛头对上了他弟弟 关你屁事 四儿子 反正我不会欠钱不还 三儿子 你不欠钱你害命 四儿子 你胡说什么呀 这是能乱说吗 三儿子 为了要儿子 你让弟妹打了三次胎 不是害命是什么 好家伙 这个关我可从来没听过呀 我只知道 大伯四儿子和女友 校园爱情谈了十年没结婚 平时挺恩爱的 二伯一听这话 更是气愤不已 带着两儿子就开始骂 二伯的谩骂 没让两个儿子醒悟 反而火上浇油 三儿子垮垮垮顺带 说了其他许多八卦 主打一个无差别攻击 寸草不生 将至献宝寺地 掏出一把瓜子 我挑眉看着他 你小子浓眉大眼的 竟然不是个好人啊 江至得意昂首 来之前他可是做足了准备 立志让老婆吵一个好架 一时间 整个院子充斥着嚷嚷声 见货夹杂着我和江至的客瓜子声 最终三伯率先没忍住 拍案而起 都闭嘴 三伯不愧是当了十几年教导主任的人 板着脸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今天不是说这些事的 处理完了 你们爱怎么弄怎么弄 他一番话 把所有人的注意又拉了回来 我撇撇嘴 戏还没看够呢 真不过瘾 刚才那场风波 三伯也受到了牵连 再看我这个罪魁祸首 语气就不是很好 斯雅 我们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话好好说 你动不动说那些事 惹得家里乌烟瘴气的 我头一次被气笑了 这些事难道是我逼他们做的吗 三伯深吸一口气 打嘴炮没意思 我们是一家人 这一百万是你爸留下的 我们谁也不独占 每家评分 好好好 这个理由很不错 每家评分的话 当年二伯 三伯 四伯分到的爷爷的遗产 应该也要评分给大姑和小姑吧 当年爷爷只对祖宅的归属做了决定 其他家产是几兄妹自己分的 大伯分到了祖宅 于是没要钱 我爸因为恼怒财产分割 干脆一分钱没要 其他几个兄弟 以大姑和小姑是女儿为由 只给了美人一万 他们自己占了大头 小姑第一次觉得我这么顺眼 小姑 斯雅说得对 既然平分那爸的钱 也要平分才对 三伯 爸都死多少年了 当初说好的事 现在又翻出来说什么 斯文 你这话不对 当时你们欺负我妈他们 不懂法律哄骗他们 按照道理 爷爷的钱就应该平分 斯文早就觉得 当初爷爷的钱分得不公平 有那几十万 他也不至于找一个假的富二代 大伯火上浇油道 确实应当如此 反正他连祖宅都守不住 那干脆大家一起倒霉呗 从未说过话的四伯怒了 为这点破钱争来争去 说完四伯拂袖而去 带走了他的那一家人 小姑努嘴道 装什么装 四伯是做生意的 家里不缺钱 但谁会嫌钱少呢 他就是来走个过场 如果能分到钱 那他赚了 如果分不到 他也没有损失 所以前面我们争吵时 他们一家几乎没说话 我爆料的时候 也基本没说他家的事 算是成年人的默契吧 三伯和四伯血缘最亲 本来想拉拢四伯 没想到他竟然跑了 少了个人 三伯的底气稍显不足 这都过去多久的事了 当年爸去世的时候 你们不说 现在又说有什么用 小姑毫不客气 呵 我和大姐没说吗 你们一个个跟鬼似的 谁抢得过你们 一听这话 三伯母不乐意了 谁抢了呀 你爸住院 都是我家在照顾 多分钱怎么了 小姑和三伯母 向来不对付 那真是针尖对脉盲 互相看不惯 小姑冷哼道 那是你想照顾吗 当时就你家没出钱 咋 又不出钱又不出力 你想得真美 三伯母 出力怎么了 使尿都我伺候 还不够吗 小姑 那你早说呀 早说 我就请个护工呢 护工只要几千照顾的 比你好 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现在是彻底撕破脸了 把以前几十年的鸡毛蒜皮 全部拿出来说 这个说你 借了五百枚还 那个说他儿子那件事 是自己办的 总之 各有各有委屈 各有各的怨对 即将到零点 天边的烟花 逐渐绽放在天上 家家户户的团圆夜 唯独我家一片狼藉 等他们声音减小 我说出决定 我爸妈的遗产 我不会给你们任何人 这钱就算我死了 也是将至的 怎么都轮不上你们 如果你们再惦记这笔钱 别怪我不顾亲情 把你们告上法院 我爸一辈子潇洒磊落 唯独这一大家子亲戚 奇葩不已 有时候 我在想 是不是基因影响 我家的奇葩才这么多 可是大伯那样贪婪的人 也有二伯这般 木讷老实的弟弟 我爸那般大气重情的人 也有小姑那样 善度的姐姐 所以 更多的是 自己的心性罢了 我不知道我的话 他们听进去几分 那天说完后 我拉着姜志 就回了自己的房间里 即使我再不喜欢 这些亲戚 还是会对他们的行为 感到悲伤 姜志为我捏肩膀 见我半晌不说话 问道 老婆 你是不是累了 我空洞地盯着前方 你说 我爸这一辈子 怎么忍下来的 我才和他们对峙 一个晚上 就心泪不已 我爸却和他们 相处了一辈子 到底是亲人吧 我长出一口气 可能我爸也是 这么想的吧 所以才会处处忍让 可惜有的人向来没有心 我和姜志特意在老家 等到了年假过完 我带着所有证据 将大伯告上了法院 这时候他才知道 我真的要拿回祖宅 他在我门外晃悠了好几次 都被姜志挡回去了 其实最初知道 他不是爷爷的孩子后 我没想拿他怎么样 毕竟几十年的亲情 早已盖过了血脉 我也给过他机会 可他太贪婪 我当然不是好惹的 自然不会放过他 官司打得很顺利 有爷爷的遗嘱 和我手上的亲子鉴定 祖宅肯定会判给我 房产过户的那天 大伯胡子拉叉 很是狼狈 他红着眼睛看我 没了这房子 我们一家能去哪 张思雅你没有良心 我可不背这么大的锅 我记得前几年 你们才在市里买了房子吧 可别想说没有哦 一查就能查到 可这是我住了几十年的家 他声音嘶哑 哦 那很快就不是了 给你们一个月时间搬家 你们的东西都可以搬走 我不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这句话 显然把他气得够呛 他呼吱呼吱地喘气 半嗓说不上来话 这房子本来就属于我爸 我只是替他拿回来而已 离开老家的那天 天气出奇地好 压在心里的事解决了 人都轻松了几分 回城里后 我开始处理被堆积了许久的工作 要不是秀英约我见面 我可能还在公司加班 几个月没见秀英她 穿着一身素白旗袍 坐在窗边妥妥的美人样 斯雅你来了 他声音轻快 没了之前的软弱 三个月前 他提出离婚 大堂哥不同意 把他打得半死 最后是他的女儿赶到医院报了警 于是两人才顺利离婚 他现在带着侄子搬到了我在的城市 找了个工作 开始新的生活 我坐下点了杯咖啡 现在还适应吗 很好啊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之后我俩在咖啡厅坐着聊了一下午 他说他现在的同事对他都很好 有人想追他被他拒绝了 他现在只想守着侄子 过属于自己的幸福 以前大堂哥没工作 大伯想着是自己儿子百般忍受 如今知道他不是自己儿子了 开始朝他和大伯母要赔偿 已经准备打官司了 大姑父回家后 开始调查大姑 找到他出轨的证据 直接离婚了 大姑净身出户 他的出轨对象都跑了 现在他回到乡下 天天在村口骂人 二伯则是亲自上门 还了他儿子欠的十几万 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我心中酸涩 只能叮嘱他多为自己着想 斯文更是厉害 联合富二代其他几个女朋友 直接闹上了林家 林妇恼怒直接将富二代送去了国外 再不让他回来 秀英说完他们的事情后 很是感叹 你说当初多风光的一家人 现在支离破碎的 路都是他们选的 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我劝慰了他一句 喝完最后一口咖啡 余光看到对街来接我的僵致 斜阳洒在他身上 他的温暖笑容映在我的眼中 夕阳渐落 下风正好 我的幸福之路 才走了一半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有一些 所以 一起